那胰腺炎和肠道炎有什么办法来分别吗 如果是上腹部这个疼痛 你要注意可能有胰腺炎 而且胰腺炎的疼痛特点什么呢 吃完饭之后会加重 它会有时候会往后背放散 会你就觉得后背也还是疼 如果是12指肠的疼痛呢 往往吃点东西会更加舒服一些 所以它叫肌肉痛 夜间痛 吃点东西就缓解 这是和我们的胰腺不一样 那胆管结石啊 什么肝硬化啊 胰腺炎啊 肠道炎 这都不是啥小事啊 这要是那回头看一眼的话 是吧 真容易错过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没错 请大家一定要重视你自己的身体 另外呢 还要注意一定要去体检 很多疾病呢 等到有明显的症状了 你可能才发现这些病 但是往往就晚了 没事的时候 我们现在条件都好了 你上体检单位去做做体检 可能发现很多早期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